欢迎收听早报播客 今年1月,印度尼西亚国会在经过40天的辩论后 通过了新首都法案 并且由总统佐科签署成为法令 佐科本人亲自为印尼新首都选定了名字 叫努山达拉,意思是群岛之间 这个决定代表着印尼将迁都2000公里 从现在的爪哇岛西部的亚加达 搬迁到印尼中部人口较少的东加里曼丹省 佐科憧憬的努山达拉 是一座健康、高效、高生产力、宜居 而且是净零碳排放的绿色智慧城市 按照计划,新首都第一阶段工程将在2024年完工 也就是说,到了2024年8月17日 佐科可以在新首都庆祝印尼的79周年国庆日 印尼政府正在争分夺秒地兴建努山达拉 印尼为什么要迁都? 佐科憧憬的努山达拉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 早报播客东谈西论 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印尼问题专家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 南洋理工大学拉尔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廖建玉 廖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廖教授好 我们今天在谈印尼迁都的这个课题 现在印尼的新首都努山达拉 他在八月这个月已经动工开建了 首先我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印尼为什么要迁都 印尼要迁都可能有很多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亚加带的人口周密 增加的速度很快 而且生态环境而化 水在连连 它的面积是不断的缩小 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 那个发展的空间可能就没有了 政府认为做长延的打算应该前途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爪哇跟外岛之间的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 爪哇的人口太多了 爪哇其实只有全印尼面积的7% 但是它的人口是全印尼人口的55% 爪哇的面积只是全印尼的7% 面积是那么小 只有7% 但是人口是全印尼的55% 印尼的那个岛鱼是有17000多个岛鱼 所以人口的分配很不均匀 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全部都是集中在找啊 外资啦等等 所以左柯就想说比较平衡地发展印尼西亚的经济 使到外岛那个资源丰富的外岛也不至于会太过落后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左柯本身 这个是他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当总统 他要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上留下一些名字 他本身是比较注重经济的 好像是基础监视等等 他都非常注意 大概他要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上留下的英明就是 他是一个迁都的总统 哇 建都的总统而且是 是 不过想迁都的总统不止他一个 第一任总统的苏卡诺本身也是想迁都 而且是想迁都到加里曼丹中部 然而他并没有真正的去立法 尤罗尤罗也想迁都 不过他只是讲讲并没有事实 只有到左柯的时候 他好像是真的要变成一个迁都的总统了 所以其实归纳起来他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生态的原因 然后另外一个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使经济更平衡 第三个是政治原因 也就是左柯本人要留下一个历史的遗产给印尼 我看到一些报道 亚加达的生态环境是恶化的很厉害 亚加达是全世界下沉最快的城市 平均每一年下沉10公分 10cm 因为他们拿太多地下水的原因 然后亚加达北部有一些地区是每一年下沉25公分 所以最近10年是下沉了2.5米 就比我还要高很多 然后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那些科学家推测 到2050年亚加达的北部 几乎全部会被水淹没 但是我请教这个廖教授 实际上这个下沉又不是今天开始的 从1970年代开始 他的土地就下沉 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2019年2022年这个时候决定遵渡 当然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 跟左柯的那个愿望有关系 因为左柯他在这个时候 他是出于那个权力的顶峰 受到了那个各党派在印度尼西亚过会的支持 所以他如果是要通过法案的话 方案的话 那个是很容易的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 他在今年退出这个迁都方案的时候 几乎全部的党派除了那个公正繁荣党之外 都给予支持 而且讨论的时间也很短 就40天 如果他不在这个时候做的话 明年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明年大家都在积极的筹备 这个2024年的总统选举 而且大家的心思都不会是在这 同时每一个人的利益 可能是跟现在又有变化 也因为这个缘故 我看左哥就利用这个应该说是美好的机会了 决定通过这个迁都的法令 要在最短的时间的之内开始动工 而且他是很希望什么在他还没有卸任之前 他要在2024年的8月17号的国庆的时候 是把这个行政部门办到新首都 要在那边庆祝 变成这个在仪式上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是已经在他任期之内开始版权了 他为什么会这么急 大概他希望自己成功不许失败了 不过后面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他要克服这些挑战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刚刚说他要在新的首都庆祝国庆 成为第一个在新的首都庆祝国庆的印尼总统 如果正式的要启动 正式的要开始在那边 变成印度尼西亚的新首都的时候 那个秘书处 国防部 所有的重要的部门 都要全部移到东加里曼丹 这个才算数了 如果这是动工 象征性的 那个表示说我们现在是开始动工等等 并不意味着后面会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他要在两年之内 要有比较具体的那个发展 这样一来 以后的总统他也很希望会继续完成这个迁移的工作 不过我们知道是不是以后的总统会 继承他的违业 这个还是一个问号 如果搬到一搬不搬 变成烂尾楼吗 这个是比较孝极的看法了 但是继续的讲说 既然这个已经变成了法令 不单单是如此 其他的准备都已经做了 这个是势在必行 所以在2045年的时候 印尼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先进的国家 大国的时候 印尼的首都已经不是在亚加达了 它已经是在 都家里满蛋的 不难叫 廖老师 我们来憧憬一下这个印尼的新首都 努山塔拉 它的建筑费是466万亿 印尼顿 就是437亿新加坡元 然后其中100万亿印尼顿是由印尼的国家支付 其他要靠外资 佐科对于新首都的构想是怎么样呢 他是想把这个新首都 变成一个具有印度尼西亚文化特色 而且是有一个先进的建筑 要天人合一的 要表现出印度尼西亚的风貌的 这种新型的首都 这样变成印尼整个新城市的典范 他也要向世界炫耀一下 印尼那个新首都 是世界上最有看透的一个首都 最有看透的首都 虽然佐科其样貌是很平有无奇 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但是他有巨大的宏厌 他是要把印度尼西亚建造成一个发达国家 迁都要使到印度尼西亚 变成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 最有特色的 而且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大都市 不当然这是印尼了 也是世界上一种新都市的典范 他要让印度尼西亚人民面向未来 让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未来存有希望和向往 这个是一个领袖 每一个国家的领袖所应该做的 让人民对未来寄很大的向往 这个庞大的数目 也是相当难重目到了 不过他好像是有相当的信心的 他要世界各国 特别是世界有权的国家 都在印度尼西亚的新首都投资 包括日本 欧洲 中国 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中东 中东 中东国家 因为他认为中东的国家 钱也很多这样 如果是很多的国家都投资到印度尼西亚的话 那么这个庞大的计划很有可能完成 所以话居然是这么说 其中一个本来是答应要投资的 日本的软硬集团银行 软硬 软硬 不久以前 表示他们改变主意了 不要在这个印度尼西亚的新首都投资 这个可能会使到整个的投资的计划 出现一些小问题 然而左颗政府相信 这个他们可以去克服 因为中东国家 还有中国和美国都相处置 但是印度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就是关于中国投资的问题 因为印度反中国的势力仍然相当大 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投资的话 会有更多的中国的劳工来到印尼 以后就会在那边居住等等 会增加中国移民的数量 还有可能他们会控制新首都等等 这个特别是反对党所顾虑的一个问题 但是印尼政府保证说 这个新首都的控制权 全部都是在印尼政府的手里头 而且印尼国内在这个方面的投资 也是相当庞大的 因为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款项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的资本 日本算是他们比较依赖的金主吗 还是主要是中东 印尼这个经济的发展的前景如何 那个大家的观点都不大一样 有些的国家看到这个印尼的资源很丰富 而且他们有发展的潜能 因此如果是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的话 特别是在外岛这个可以讲是 还没有真正的发展的地区 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可能会非常大 那对印度尼西亚来说 如果印尼要变成一个真正发展的国家的话 那么不能够把整个的建设集中在扎瓦岛 而是应该普及化 偏激到那个印尼外岛 这样经济上发展的一平衡 那个政治也可能会更加稳定 这个我看为什么左科 一直想发展那个新首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廖教授 在任何国家迁都计划都是非常重要的工程 而且背后会有很多争议 还有许多利益分配 还有政治角力 现在围绕这次印尼迁都 主要的争议有哪些 在印度尼西亚反对党 还是反左科的人就有很多意见 他们是这么说 这个迁都是一件大事 要有周详的计划 但是左科是在40天之内 就通过了这个方案 所以计划不很周详 再加上印度尼西亚现在 在经济也不会太好 因为这个冠病疫情还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决绝 而且再加上世界经济上的一些困难和危机 印度尼西亚也受到波及 所以反对党认为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把那个全部的精力是放在国内的经济的发展 而不是在迁都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在这个迁都的时候 有人当然是获得很大的好处 得到好处的人都是印度尼西亚的经营 因为在现阶段有很多印度尼西亚的经营 在那边都已经购买了土地了 而且是拥有开发权了等等 Bravo War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Bravo War国防部长呢 所以有人就讲说 像这个整个的工程 受益者大部分都是印度尼西亚的既得利益了 至于人民呢 可能所得到的利益并不多 另外一个反对的声让 是跟那个环保有关系的 因为你一千多的话 把那个加里曼丹的原始森林 就要把它砍发 这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而这个损失 但是以后很难弥补 如果左柯 口口声声讲说 他已经孤立到这些东西 他已经是计划好天人合意这样 要跟自然共处 要建设一个完美的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的美好的印度尼西亚首都 他把这个美丽的眼景呈现在你的前面 给人一种下降的空间 其实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说天人合一 我是看到他是说他要很环保 好像那个每一个建筑都是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的 节能环保的 而且每个市民只要步行十分钟 就可以去一个绿色的休闲空间 城市里面的百分之八十的地方 你可以用大众交通工具 或者走路或者骑自行车就可以到了 他是一个这样的想象 那老师您觉得他实现这个目标的机会 你认为多大 我看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我是这么想 一个国家要发展 你一定要有理想 你要建造美好的理想 一个没有理想的国家 它是很难发展 所以你打造一个美好的前景 打造一个很向往的东西 你就去慢慢的去追求 这个美丽的严谨 自己能不能够达到 那个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你有梦想 你有严谨 那个你就会继续努力 但一个国家 一个人民的话 已经没有了理想 没有了严谨了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在积极的追求 不愿意在努力的工作 因为一个士气理想的国民 它不能变成一个积极进步的国民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要记起人民的意志力 斗志 奋斗的精神 激起人民的斗志 使到人民更加的努力 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 这是一个理想 不是现实 廖老师您说的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说 左科是叫用心良苦 或者如果用负面的消极的方法来讲 就画大饼 每一个领袖 如果他要在历史上留下英明的话 他应该要做一些 让历史能够永远记得的一些事情 我看左科 他在离开他的职位之前 想为印度尼西亚的人民留下丰富的遗产 那现在的雅加达以后会怎么样呢 雅加达还是住了有一千多万人口 那么雅加达以后怎么样 有人说如果这个迁度完成之后 那么雅加达的地位就不再重要了 其实我不以为然 因为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 政治文化和交通的中心 并不能够因为迁度的事情完全消失 因为你迁度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不过是印尼的行政中心 从雅加达就搬到东加里曼丹 在可能政府机关就会选拟到东加里曼丹 不过这并不以为商业活动了 文化活动了 交通中心 你就可以在一夜之间 或者在短期之内全部搬到东加里曼丹 那么是完全不可能 雅加达将会变成一个商业中心 仍然是一个蓬勃的商业中心 也仍然会成为印尼的文化的中心 也会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交通的中心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你是不能够更改的 这个就使我们想起什么呢 想起美国的纽约跟华盛顿词一样 华盛顿它并没有办法期待纽约 纽约仍然是美国最繁华的都市 每一个人所向往的 特别是艺术家 向往的是纽约 经济活动最活跃的 也不是在华盛顿 也是在纽约 华尔街这些都是在纽约 所以雅加达的重要的地位 仍然会继续保持 不当然是如此 而且政府已经破坏 要修建雅加达 要把雅加达重建 要把一些困难加以克服 当然这个谈得容易了 不过政府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投下资金 去维修雅加达 直到雅加达能够长期存在的话 这个就共互了雅加达 经济商业交通 跟我们的华兰地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问答时间 刚才我们说到印尼首都雅加达 雅加达是全世界下沉最快的城市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雅加达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之最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廖教授你知不知道 雅加达是世界上shopping mall 购物商场最多的城市 那今天的问题是 廖教授你知道雅加达有多少个shopping mall吗 正确的数目我是不知道了 不过你说如果这个雅加达 是世界上shopping mall最多的城市 我也不会很惊奇 因为shopping mall是印尼人 消闲最常去的地方 因为它很炎热嘛 你如果去shopping mall的话 你就可以在那边撑凉嘛 很多雅加达是市民 都想逛这个shopping mall了 这个我看是雅加达 变成那个shopping mall 数目最大的城市吧 它的城市能够数目 我不知道 可能你要告诉我 我去印尼的时候 也是发现了很多shopping mall 我回来查了一下 雅加达有超过200个shopping mall 其中最大的叫兰花商场 Daman Angrek 兰花 Daman Angrek 你去过吗 我去过 那个相当大的 据说那个有500多间商店 有7层啦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廖教授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谢谢 这期的东台西论 由我韩永宏和黄紫琛制作 助导王文艺 剪辑梁天赐 东台西论 每逢星期二更新 新报业媒体 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 可在早报.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